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今天请大家欣赏一株非常奇特的兰花 它是石豆兰的一种,原生于新几内亚一带 它的名字呢,在这里 Bobophilum grandiflorum 在台湾呢,有人把它们叫做鹅豆兰 或者是说鹅头豆兰 或许呢,名字源于它的花朵形状呢 看起来像是一个鹅头 不过呢,它的花呢,实在是非常的大 非常独特 你看 特别大 模样呢,真的是好奇怪的 你看它的花 如果你把它打开的话呢,有15厘米 非常大 它的纯瓣呢,和所有的豆兰呢,有同一个特征 非常灵活,会前后动,你看 你看到它在动吗 很好玩 这颗豆兰呢,没有味道 其实没有味道,对豆兰来说呢,是好消息 因为,因为绝大多数的石豆兰一类呢,都是臭的 它的花期很长,单花呢,是超过一个月的 我非常喜欢这颗石豆兰,因为它的花呢,太独特了 真的是奇葩 叶子呢,叶子呢,也特别美 特别亮,特别美 经过一段时间养豆兰呢,我终于呢,知道了它的花呢,和这个花芽和这个新的叶子的区别 通常呢,它的新叶子长出来以后呢,向外伸展 会长几个结,然后呢,就变成叶子 但是花芽呢,是贴着花杆长出来的 你看中间这个呢,就是花芽 它贴着花杆长出来 它会从里面呢,生一个枝条出来 这个枝呢,很长,差不多是30厘米 然后开好大的一朵花 你看这个呢,就是两个都是叶芽 它是从杆部出来的,底部出来的,先伸出来一两截 然后呢,再长成一个叶芽 如果是花芽的话呢,就紧贴着这个杆子长出来的 石豆兰呢,是兰花里最大的群族之一 另外一个呢,是石湖兰 这两种呢,都各有两千多种原生种 而且在所有的兰花里面呢 石豆兰呢,是最为千姿百态,多姿多彩 我眼前的这一株呢,你有可能简直都觉得它不像是一朵花 但是有的豆兰呢,它美的可以让你目不转睛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探索一下千姿百态的豆兰世界 谢谢,祝大家周末愉快